今天国民党立委柯智恩透露了 韩国瑜因为主持议事受伤 而且他伤口竟然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政治观察室时间交给主播陈敬宁 好 徐一带你掌握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现在议场里头持续审的是 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不过在今天的时候 国民党立委柯智恩就透露了 立法院长韩国瑜其实他的身上有伤 而且呢这伤势还蛮严重的 主要因为呢 韩国瑜在昨天接见贵宾的时候 那么就掀开了他的衣服 露出他腰部以上 那么有这个包扎 这明显是到医院或者是诊所里头去进行治疗 那么柯智恩就说了 对比有一些立委受伤寒的震天响 但是韩国瑜移民有受伤 却没有对外说 我们就来听一下稍早柯智恩的说明 因为韩国瑜接见我们的高雄的相亲 因为对于相亲来说 他非常的关心他的身体 所以说这个院长在送别相亲的时候 就掉开他自己的衣服 那你就会发现在他的腰之上面呢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包扎 那个包扎应该不是只是 这个他来到立法院的时候 这个女委员是报他的淤青 那个包扎在我们看来 每个人都看到 应该是到诊所或到医院 来做的一个伤口上的一个包扎 那院长就是强调他不会去说 因为他觉得很多人都很关切 所以他就是要不是因为这个相亲 这样子给他很多的一些鼓励 然后他刚好临时就做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比大家所想象的压力还要大 他所受的伤 可能在这个肩膀 还有这个手背 那最重要是我们就很明白的看到一个非常大的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的一个伤口 所以大家有祝福他早日康复 那院长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这次的院会的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好可以听到呢 这个国民党立委柯真表示 其实韩国瑜现在受伤了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议场里头 现在立法院长韩国瑜仍旧呢 是坐在他的位子上头持续的主持会议 现在进行到的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增订第九章之一 那么在发言的立委是林俊宪 好在下午的这段时间 持续要审的是有关于像是国会听政权 以及在刑法部分呢 要增订藐视过国会罪等等 那么在今天国民党希望相关的法案 都可以来进行三读 好那么稍待一会在立法院 有最新的状况会再为您做掌握 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关注的是现在立法院续审的 国会改革方案 现在公民团体质疑你 蓝白黑箱号召非常多的民众 走上街头 而在立法院的抗疫情形 以及目前现场情形 交给记者彭新美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集的时候在位置 在立法院外头持续 带您关心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现在人呢就站在中山南路上 左手边的位置就是青岛东路 可以看到现场人潮 真的是越来越多 志工也比早上明显多出许多 而里面青岛东路 真的是人潮非常多 因为呢在里面会场 都是挤满满的 因此民众如果要进去的话 现在还是要踩排队制的 因此在稍早的时候 也有民众呼吁 可以往下一个路口来移动 因为真的是挤不进去 另外还有发现一个主要的一点 就是现场路口的路障 本来是摆放在斑马线的 但是现场是越来越 往外的来移动 越来越往外到马路中间 而现场警力有非常多人 是在全程警力 戒备在指挥交通 而这一次根据了解 主要民众会走上街头 就是有数十个公民团体 十一国会改革 蓝白有黑箱作业 因此号召民众集结 不仅包含在井南路 以及青岛东路 另外还有中山南路 都挤满城抗民众 而现在立法院内 是持续在进行表决程序 外头更是出动了500名警力 要全程戒辩 就是因为 就是频频要呼吁民众 千万要冷静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外头不仅有 正反两方的肯定民众 因此也要呼吁大家 要来冷静处理 让最新把新镜头 交还同类主播 本席采用举授表决之方式 使议 巡立表 那你就请你党长安静一下嘛 要不然我从头到尾再念一遍 大家拜托 你没有意见 等我宣 宣告完 大家再来表达意见嘛 你这样连柯总招都听不见 一大早一场内 立委们互相叫嚣 立法院长韩国瑜宣读事项 频频被干扰 场面混乱到忍不住动怒 最终还是采取举授表决 面对民进党立委捣乱 韩国瑜严厉喝止 24号一早针对国会改革案 持续表决 但从一早议场还没开门 朝野战争就已经展开 国民党左骂一句 民进党又回一句 立委们不向前两次审法案 大打出手 这回冲突全靠声音撑场 难道这是体力下滑了吗 王杰冲感业 王杰冲感业 王杰冲打警察 双方呼喊口号造样造句 就好像小学生在吵架 不过还是有立委 严防肢体冲突全副武装 功夫不太好所以就铺具齐全 应该是跆拳道的吧 跆拳道 对 你就当我帮台湾奥运选手 曾经得过金牌来行销吧 满身装备连跆拳道头盔都出动 背心里似乎还有不少防撞措施 立委们站到第三回合 继续表决就算尽量不动手 但嘴上的活力谁都不想输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台北报导 要跳跃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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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别坐看啦 朝野立委在立院一场又推又挤 陈廷飞双手合时大喊性骚扰 直肩金门坦克陈玉珍向推土机 不断把陈廷飞推离主席台 陈廷飞还跌坐在地 蓝绿双方因为一场挂步调 爆发肢体冲突 我要贴你会嫌吗 你贴你贴你贴 你贴他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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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他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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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珍怒呛立委出去 一旁王美慧无奈大吼劝驾 余立委还是不断推挤 一路挤下台阶 陈玉珍和黄杰在另辟新战场 双方从炒步调炒到人身攻击 再从一场内一路炒到场外 你不要过来 我们要过去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是你回我的 不要这么凶 我告诉你 陈玉珍 他是靠在葛伯市的背上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陈玉珍就是在照样说话 陈玉珍说自己只是要贴标语 就被信骚 栏尾却武器拿好拿满 陈玉珍回酸 陈玉珍演戏演很大 国会改革案冲突越演越烈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在台北报道 这新的消息 立法院再度上演了表决战 朝鲜立委向针对国会改革法案 来进行攻防 而在今天上午又爆发了 新一波的冲突 详细的状况 联系的记者刘家耀 好 主播 关系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 在七点多的时候 国民党以及民进党立委 是爆发这个激烈的口角冲突 以及这个肢体冲突 这场面真的是非常混乱 怎么说呢 其实战场其实有两处 第一处呢 就是可以看到呢 陈玉珍啊 那时候呢 是背对的镜头 然后准备呢 要把这个林淑芬和胡佩洋 为什么两个人爆发这个激烈的肢体冲突 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国民党立委呢 在这个挂布条 那因为呢 民进党立委呢 非常不满说 在这个挂布条内容呢 是不是在这个造谣啊 因此呢 双方呢 就产生了第一波的这个 口角跟肢体冲突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您可以看到 实在 麦玉珍里 就是民众党立委 麦玉珍呢 当时在林淑芬走下台的时候呢 麦玉珍也非常的不满哦 然后跟林淑芬呢 直接是挥拳护杠哦 那林淑芬当时被捕捉到画面呢 是直接右手挥拳 灌上了麦玉珍的这个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稍早这个吵吵闹闹的内容 好的可以看到呢 目前呢 就是朝演呢 现在立委呢 都相对而言 是比较平静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呢 在稍后呢 就会上演这个表决战 那今天表决内容有哪些呢 包含说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地位呢 纷纷地喊出希望呢 可以把这个听政权的部分呢 来进行表决 也就是恶毒若冠 另外呢 针对的这个立法院的政院长 这个院长跟副院长的部分呢 也希望可以采取这个敬名表决 那势必呢 在这个傍晚之后啊 这个场外的抗议人潮呢 也会越来越多 那东森新闻呢 都会为您持续地掌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